今天是我小孩的生日 但是自媒体没有收入了 我本来是不想过的 不想给我小孩过这个生日的 但是我老婆非得要在网上贷款 借网贷都要给小孩过 她说小孩从小就要 给他有满满的仪式感 现在搞得我压力很大 我们最近自媒体都没有收入 最近吃饭都是靠网贷来支撑的 没想到他又搞了一笔 你看今天搞得 搞还布置这些全都是花钱 这些有什么用 布置一点用都没有 过了还不是就过了 布置这些都浪费了 只是看两下就得丢 明天又没用了 你看还有蛋糕这些 买啥蛋糕是吧 我觉得蛋糕就不用买 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就已经很幸福了 是吧很快乐了 就是生日快乐了是吧 每天都像生日了是吧 一家人在一起 可是他现在 你看 未来过个生日小孩都那么大了 几岁了四岁了 不小了是吧 如果说是一岁呢 那还可以做个仪式感 但是小孩已经四岁了 不小了 要这个仪式感干啥呢 仪式感如果有钱了那还可以做 没钱就不要做了 还就搞那些网贷 我现在真的是压力大了 自媒体呢又没有钱 怎么拍都没有流量 怎么拍都没有钱赚 都饿饭了 他还要这么搞这个仪式感 你看这个仪式感有啥用吗 这个他还搞闪亮的灯 看一下这个闪亮的灯 它是什么样子的 你看 还这样闪亮闪亮的 这都是钱 一点用了没有 我过生日是吧 我说都不说 我不说给别人听 我不让别人知道 我巴不得不 别人不知道呢 是吧 到他的生日呢 他也想过 我直接不给他做过了 因为没钱嘛 是吧 最后呢 没办法 就弄个蛋糕 就随便弄个蛋糕 怎么会对这种节日 那么看重呢 我说这种女人呢 你看重可以 但是得有钱是吧 得有闲钱 搞网贷都要搞 如果断节日 这个想法 是不是会有赚钱 什么 一天就想着怎么花钱 一天天就想着怎么花钱 那从来就没有想着 要省钱 要赚钱 只想着花钱 没钱了都要 没钱了都要贷款 网贷 网贷呢越来越多了 好久都没还了我 现在人家也打电话 开始追了 我可是网红啊 是吧 没流量赚不到钱 搞 现在搞网贷 被人打电话追贷 说出去都丢脸了 真的 我是给百万网红啊 是吧 不赚钱了 大家 我说我是网红 你还笑 自己看我主业嘛 看我有多少粉丝嘛 是吧 这不赚钱就是不赚钱 得省钱了 那 还是 做美 你会来说 优优独播 若 知道